奶奶 你不是去买东西 你是去跟田方见面 对不对 说呀 妈 田叔叔我知道啊 你跟他见面的话 干嘛怕我们知道呢 可以请他进来坐坐 为什么要瞒我们呢 二十几年前 全村人都说 你跟他有不清不白的关系 好不容易把他赶出家乡 二十几年之后 你居然还跟他藕断丝连 还在跟他赖我 妈 我没有 没有 鬼才信呢 你才让我失望了 你这个不检点的女人 奶奶 奶奶 我妈她到底做错什么事情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 我教训我媳妇 难道不行吗 可以您可以教训她 可是她是我妈 我不许你这么说 好 她是你的好妈妈 要是我告诉你说 她外头有男人呢 我不相信 你有什么证据 妈 你怎么可以在我儿子面前 这样说我呢 为什么不能说 如果你跟田风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为什么怕我们知道 就像明德说的 把他请到家里来 带着光明正大的说话呀 妈 我不是不愿意带田风到我们家来 你对他那种态度 我怎么敢带他到我们家来呀 你明知道我讨厌他 我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要跟他来往 你 你气死我了你 奶奶 您就不要生气了 我好像听宝宜说 这个田风叔叔是爸爸的拜把兄弟呢 我不承认 妈 那个田风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奶奶不让你们来我呢 你不要问我 妈 亲密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做错任何事 妈 奶奶 麻烦你以后不要乱说话 这关系到妈的名誉啊 妈 你 你进去 站住 你长大了 你学会护着你妈了 那我问你 你眼中除了你妈以外 难道就没有我这个奶奶 奶奶 你是我奶奶 我非常的尊敬你 可我就是不明白 您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妈呢 我妈那么贤惠 那么孝顺 您还有什么不满意 奶奶 我求求你 能不能对我妈公平一点 你是说我不公平 我哪里不公平 连很多地方都不公平 就像你对我一样 奶奶 您摸着自己的良心 问问自己 您对我和我哥 您觉得公平 从小到大 我哥有的 我都没有 您疼我哥 您爱我哥 我都没有怨言 可是奶奶 我哥是您孙子 那我也是啊 是吗 你说是 我还不承认呢 您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一点都不像我死去的儿子 你这个臭脾气啊 更像那个姓田的 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你这样说的话 就好像我妈做错了什么 对不起我爸的事情啊 是 我一直不敢相信你妈妈会做出对不起你爸爸的事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呢 我不想他跟姓田的来往 我不想他跟姓田的见面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还告诉你 打从你出生那天开始 全村的人 那我说你是你妈妈跟姓田生的私生子 不相信 我不相信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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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从你出生那天开始 全村的人 当我说你是你妈妈跟姓田生的私生子 你是你妈妈跟姓田生的私生子 我不是私生子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私生子 你们都在骗我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们 你们都是骗子 骗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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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骗子 你们这帮骗子 喂 是我 我刚谈完公事 现在闷得慌 车停在路边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 所以 我就想到你了 你在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什么叫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你口气听起来很奇怪 你说话你在哪 你告诉我 我马上过来找你 我求求你告诉我你在哪里 我现在马上过来找你 吃饱了吗 吃好了 今天谈的客户很重要吧 还顺利吗 今天谈的一个大的合同开发案子 还算顺利吧 不过 我有点累了 我先去冲个澡 他竟然对我撒谎 我没有说来 就算我快要去冲个澡 我也有点震撼 我太好了 不过 去冲个澡 我先去冲啊 Harrison 我看你了 ав达到你的门 你 fer到你的你的 你 我 financial 你有心事 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我跟你做了二十几年的夫妻 我看得出来 你有心事 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 是真的瞒不了我 还是你有什么事 不肯告诉我 有发 你今天感觉乖乖 如果我现在问她那个女人是谁 就好像我在跟踪她 天风的个性好强 我还是不要问 远方 在想什么 没什么 这是好酒 我也想来一杯 你以前 可是从来不喝酒的 偶尔喝喝也无妨 咱们家那个宝贝女儿 甜甜的 跟她爸一样 为了事业到处奔波 都忘了有这个家了 哦 原来你是怪女儿 所以呢 你我也怪她 来 喝一杯 喝一杯 其实 我不是怪你 我只是希望你知道 我在这个家里 每天等着你 我知道 如果在家里闷的话 就到公司去走走 看看甜甜 我喝一杯 我喝一杯 再给你倒一杯 不 我不喝了 那好 你早点上去休息 我再坐一会儿 我还想 再喝一杯 那你爽喝点 去吧 那个女的当年是谁 平凤跟她那么亲密 二十几岁的夫妻 都一直很相信平凤 现在 我是不是该怀疑她 明德 你不要逃避事实嘛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 没告诉我 你应该知道 我妈跟那个姓谭 那在一块 你故意拉我出去 就是想让我看到 他们在一块 是不是 好了 你不要瞎想 我也是为你好 对了明德 刚才奶奶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 奶奶还跟你说什么 我听到奶奶对名人说 说他是心田的儿子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和明人从小在一块长大 他是我的亲弟弟 是我爸的亲生儿子 跟你个姓天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别骗我了 如果他真是你亲弟弟 那奶奶干嘛那么排斥他呀 明德 你再想想看 你们乡下还有没有人说过有关于明人的事情 你明人 你再说我要打人了 车里的人都说他是私生子 我还为了这件事情跟人打了一架 那就对了呀 无风不起浪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看不惯你妈 你 我说的事实嘛 你妈在二十多年前就做出对不起你们李家的事情 我们是中国人呀 就算是到了现在的话也是很保守的 更何况你妈是二十多年前就做出那种事情来 真是不守护党 你别胡说八道 我妈不是这样的人 她不是这样的人的话 人家为什么那么传 再说 奶奶刚才跟明人说这句话的时候 明人听了气臭臭的就跑出去了 她去哪了 她去哪了 我怎么知道 反正 我只是想跟你说 我不想跟你妈住在一起 那你要住哪儿 我们搬出去啊 搬哪儿去啊 可以搬到我妈那儿去 那你妈那儿去 嗯 就算搬你妈那儿 那奶奶怎么办 奶奶可以跟我们一块去啊 而且我看得出来 其实奶奶根本就不想和你妈住在一起了 李明人 从我找到你到现在那么长时间 你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你到底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如果你当我是你朋友的话 就告诉我 我告诉你 我要辞职 辞职 你疯了 我没疯了 我要回我的乡下去 李明人 你要回乡下做什么 你放下大好的钱就不要你回去了干嘛 我不懂 我真的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 你当然不明白 你知不知道一个人 从小到大被村里的人 被自己的同事天天叫做私生子 你知道这什么滋味吗 而且今天 今天怎么了 你告诉我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告诉我 怎么能帮你呢 其实今天我来找你 也是有事情想告诉你 我帮你约了我爸爸明天见面 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想一想 怎么回答我爸爸的问题 他人很精明的 我不想你丢我的脸 丢你的脸 我哪儿丢你的脸 你又给我提你爸干什么 我只是想让我爸提把你 我希望他给你更好的工作 那你想一辈子做这样的工作吗 我这辈子就想做这样的工作 我怎么了 我就是一个废人 我怎么了 我只是好心想帮你 为什么你要这样说你自己呢 好了大小姐 我不是你养的一条宠物 如果你今天不接受我的辞职 我们一定找你爸去 你跟我回来 你把话说清楚再走 我话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 我现在脑子喊乱 您让我记忆行不行啊 可以 是我本 是我一头热 是我一心想要拼命的帮你 可是你自己都不想帮你自己 你不想过好的事 我能怎么办 你走 我不想再看哪里 你走 你走 你滚 黎明然 你真的就走了 我做错什么了 我只是喜欢你 我做错什么了 我怎么不知不觉的 你又走到萧静家来了 我看见 墙角一出场 是你啊 这么巧啊 竟然在小金家门口呢 来找小金的对不对啊 啊 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帮你去叫他啊 来 怎么了 别去 太晚了 晚 哎 八点一刻啊 你觉得现在晚吗 我还约了小金跟他玩电脑呢 没关系 你在这儿乖乖等着 我去帮你叫他啊 啊 来 喂 丽莎 你在哪里 好 我马上过去找你 喝酒 喂 人呢 不会吧 小七 你骗我啊 你是不是故意在寻我的开心啊 对啊 我哪有许你开心啊 刚才李明日明明在这里的 然后我进去找你出来之后 他就不见了 我有什么办法吗 看不出来 你还挺在意他的嘛 我跟你说话呢 我看得出来 这次啊 你真的要谈调了 我看到他的时候啊 我觉得他不错 我也 我也觉得 你应该好好把握住这次机会 谢谢你啊 可是他既然来找我了 但是人又不在 他会不会出事啊 不会吧 那你有没有他电话 你一下班就找不到人 你跑到哪里去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莫远 给我来一瓶最浓的最烈的酒 喂喂喂 你瓶这样不是滴酒不沾的吗 怎么今天又要一瓶什么最浓最烈的酒 失恋了 失恋了 失恋 不会吧 其实我今天心情也不好 你怎么了 我今天没上班 今天我也不敢回家 就我那个老爸 他知道我当了保安 当成对我又吼又叫的 害我当时多没面子 结果 我就只能逃跑 在外面逛了一整天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才跟你说话 你听到没有 哇你疯了 干嘛一下喝那么多酒啊 哎 名人 名人你手机响了 喂 找哪位 我不是名人 你哪位 小齐 咦 名人 小齐是谁啊 不认识 喂 名人说他不认识你 电话不要乱打好不好 哇我 喂 我是名人的好朋友 为什么不能接他电话 好 我就告诉你 我就在西音中路C198 有本事你来找我啊 莫名其妙 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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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你怎么了,要不要紧 你不要碰我 我知道你没睡 你是怕我问你那个事情 放心 我不会再问了 妈,小心点 我自己会做 妈,我知道你要喝水 给 妈,从我嫁入李家这二十几年来 你要喝的茶水一直都是我倒的 妈,小心点 不要喝那么大口 呛死,呛死算了 我要是呛死了 你就可以跟那个姓田的两个双宿双飞了 妈,你到底要我说几次你才能相信我 我跟田风一直都是清清白白的 是,是,是清白的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出去 清白是用说的吗 还是用做的 在老家,左右邻居,亲戚朋友 哪一个不说你们两个有暧昧关系 你到现在还跟我讲你们是清白的 我停不下去 妈 我是老了 我也累了 毕竟 因为我们这个家 已经付出了很多 如果你非要走 我会让你走 我不会留你 你走吧 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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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我爱你 起来起来 你不会喝不要喝那么多 真是 让我喝你还喝 你都醉成这样了 还喝 来来来 喂 李明仁 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喂 没人喝这么多酒 关你什么事啊 哎呀莫名其妙 我还没问你是谁呢 你这个人怎么一来就这么凶 你凶什么凶啊 喂 我警告你啊 我这套也有人拿手指点我了 喂 你这个人怎么一来就动手啊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就喜欢用手指指你怎么样 怎么样 找哪儿是不是啊 谁怕谁啊 你想怎么样啊你 怎样啊 好了好了 不要查了 不要查了啊 我告诉你 我要不是看你是女孩子 我早就打在你满地找牙了 我告诉你 你打得我满地找牙 是啊怎么样 好 这里人太多 你不要影响多 有本事 你跟我来 小七 还是我嘛 来就来嘛 谁怕谁 喂 喂 喂 小静啊 我告诉你 我从来不对女孩子动手 你不要逼我动手 我就是要逼你动手 怎么样 这次我不会再上当的 你真的动手打我 不打你 我怎么样 我揍你 你怎么样 你再打 我就知道你回来这一招没踢重 再起来 别打了 小琪 我叫你少喝一点 你看 你害我被这个疯女人打了吧 敢说是疯女人 让我看你是活你了吧 你不要打得还不够是不是 你疯死你 完了 拦得理你 我才拦得理你 不回家吧 谁谁要回家 我不回家 我不回家 小琪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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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干嘛 你要带我朋友去拿 我就要跟去拿 好啊 你要嫌被我打得还不够的话 一起来啊 来就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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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过两天啊 他说他要请我吃饭 太好 你刚才跟我说 我们家儿子在他那儿做什么保安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在他公司门口看见他来着 你跟田风既然交情那么好 要不你求求田风去 让田风跟我们家儿子安排一个好演的工作 这个我知道 当然了 田风提拔凌晨是没问题 我觉得咱们家凌晨吧 现在就应该脚踏实地的从头干起 你别忘了 这明德就是前出之剑的 现在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田风又发展那么好 还不让喜鹊去承受田风 让田风帮帮明德呢 这喜鹊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不可能向田风开这个口子 他自己的儿子他不帮忙啊 田天 你不是要带个人给爸爸看吗 人呢 辞职了 辞职了 怎么会辞职呢 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辞职 他是神经病 他脑袋有问题 天天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哪有谈恋爱 爸你胡说 你是爸的女儿 你心里想什么 爸爸会不知道吗 你要带个爸爸看的 是个男孩子 是吧 看你今天的情绪 爸爸会肯定 你谈恋爱了 我没有没有 就是没有 好了好了 天天 告诉爸爸 你谈恋爱的对象是谁 好吗 只是有个男孩 我觉得我还挺喜欢他的 可是昨天我跟他谈了 他不肯来见你 哦 什么样的男孩子 让我的宝贝女儿生这么大气 告诉我爸爸 他住哪儿 爸爸去找他 不用了 爸 我已经长大了 自己的事情 我要自己解决 我想过了 我再找他谈一谈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带他来见 好 那爸爸等着 好了 我先去准备了 哦 对了 有空啊 带爸爸 好好陪陪妈妈 知道了 放心吧 嗯 你这个笨蛋 你真的生火气 真的不接我电话 喂 你干嘛把你脚发在我脸上 这什么地方 这里是我家 哎呦 两个罪鬼醒了 小静 明连 你为什么会喝得那么醉啊 你说我喝多了 哦 对了 你昨晚说什么私生子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的心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痛苦啊 有什么痛苦可以说出来 让大家听听 你看 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不是吗 哎 小静说教过你手语 我还以为都看懂了呢 原来都是用猜的 小静是说 在这里 我们大家都是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话 可以多说出来 对啊 喝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有话 说吧 嗯 你还记不记得 小时候经常有人 说我是一个私生子 有啊 我好像听过哎 我还听我妈说 外面都在传你妈 哎 行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妈说你妈是个好女人 嗯 这件事情你妈妈最清楚 我去问她去 哎呀 你你你你还没醒酒啊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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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 你是不是头疼啊 啊 是不是肚子饿了 我去给你整点东西吃 好不好 哎 不用了 太麻烦了 不麻烦的 我们是朋友 嗯 哎 不错嘛 他现在挺关心你的 哎 对了 搞了半天 这个人是谁啊 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倒搞清楚你是谁了呢 喂 李明仁 你跟我说 你有一个朋友 精通武术 就是这个家伙 哼 什么东西吗 喂 我不叫什么东西 我叫凌晨 哦 凌晨 好 林晨 我听你的朋友说呢 你柔道 排拳道 空手道 哦 还有什么 这个飞机跑道 火车道 自行车道 人行道 道道道 镜头 不过呢 昨儿都我试过了 你呀 三脚帽子 回去好好练练吧 你 疯 疯 灵人 灵人 你怎么放着一个喜欢你的甜甜不要 去跟一个不 不会讲话的人在一起 林涛 小金她不是天生不会说话的 那 那你也得把情况告诉我 让我知道嘛 对不对 我是长夫人 董事长有事出去了 我知道 那小姐呢 特助去派房客户了 在家里见不到老公和女儿 到了公司 一样也看不到她 真的要怎么忙 对不起啊 上班时间把你拉出来 没关系 请慢用 谢谢 请慢用 谢谢 不客气 怎么 你有心事啊 我跟你还算一见如故 有些事情 要是告诉别人的话 人家肯定会笑掉大牙的 因为我 我在怀疑我先生 你在怀疑董事长 我怀疑 他有外遇 应该不会吧 我先生为人正直 二十多年来 他也没做错过什么事 他一直跟着我爸爸学做家具 平时非常努力 力求上进 也因为运气好 眼光独到 才创建了我们公司 现在这么大的规模 可是 可是我现在却会怀疑他 我虽然不了解你先生 也没有见过董事长 不过 我听公司的员工说 董事长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而且他也很重视家庭 你是不是多虑了 之前 我总觉得我的家特别温暖 但是自从我怀疑我丈夫以后 我突然觉得这个家空空洞洞的 好像一点生气都没有 来 刘嫂 跟我回家去聊聊吧 好不好 这 买单 你家好漂亮 好好好 哪里 别客气啊 快请坐 张嫂 太太 你回来了 你喝点什么 不用麻烦了 大嫂 来杯橙汁吧 你先坐一会儿 我上楼去换件宽松点的衣服 一会儿啊 我们好好聊一聊 我上楼 我上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